但是那个石头你看起来虽然是石头 但是呢有一次我去到如来园那里 看到佛像发现奇怪 佛像原来做好好了 怎么偏了偏到这边来 偏了差不多有十度左右 那么大的石头 十几顿的石头雕塑的北魏 唐宋唐朝前的北魏的佛像 为什么会转 这就奇怪了 原来在立的时候 我用测量影 看了我们 我们的笼杖 我们的笼杖呢 这边佛在这里 看了真正当中 佛像 做九层塔 结果过了两三年慢慢转慢慢转 他转到这边来 我是奇怪的 我在这里找这个石头 大的座 地上的石头雕塑 地上一点裂痕也没有 这么大十四顿的大佛 石雕的石颗的那么重 也没有看到他 这个转的痕迹 那我就站在这里 冷静的看 我悟了 我悟了就说 龙杖 藏经阁 上面有一个九层塔 坐着这个塔 所以佛的眼睛 虽然石头雕了 在那边眼中钉 受不了 他自己就转 转到这边来 你们有机会到生活室 你们站在佛的前面 你看 他呢 已经向到这里来 变化 无常 哦 石头 它竟然会转 那是石头雕刻的佛 石头它会转 何况我们人啊 难怪我们的风水学 你大门出去 向着尖塔 家里品康会 像刚老 家里灾难多得不得了 有一次 一位我们的信徒 很可爱 他家里 就是在草屯 四楼的 上面有个铁塔 就是那个 大个大的 他家里 在这里 店面的家 前面呢 有一户尖尖的 房子尖尖的 门出去 向着这个尖尖宿火星 在西边 西边是金 这个是东边 马鸥是木 金刻木 而且呢 木 去生这个火星 这个火星 木生火 又刻金 那么 皮康会 比 留学 所以家里 三位孩子 晚上都轮流跑医院 睡一睡三更半夜 这个就流鼻血 用噴 真的没够 哪一够 不知道要怎么着呢 后来 来问 我就跟他说 这是你的房子 挂一栈 就是洋宅 朱雀洞来刻 才画土给我看 结果就是全面的一个尖尖的乌籍 来刻它 所以孩子三个都流鼻血 辟以奔命 亦无效 那我说你 赶快 三楼 四楼 每一楼里都挂圆镜子 中间贴一个红红的 然后呢 安上去了 结果 好了 好了 非常感恩老祖 奇怪 按个镜子 就会好 这是 后天八卦 好的面 华呀